每年小股民最期待的就是股東會的紀念品了 有達人專門用領股帶領 參加的人只要花一點小錢投資股票 就可以換到6000元的商品 可以看到箱子已經堆滿了整個倉庫 這裡全都是股東會的紀念品 原來是達人靠著領股帶領的 肥皂、洗衣精等日用品堆到兩層樓高 150瓶空間還以為是來到賣場倉庫 其實這裡全都是45歲小腹爸爸 每年領數千元禮券跟破百組贈品堆積而成 透過領股這個糾團的小活動 自己家族自己糾在一塊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上次公共的股東紀念品領回來 領回來以後就是家庭的分配 分配給大家一起使用 共同的使用 我們後來就開放讓更多的朋友可以參加這個活動 原來小腹爸爸先號召親友 每人花2萬塊投資500家公司 每當股票只買一股 靠著這些贈品一個月下來 至少能省下2000元的生活用品費 之後還進化成以物換物的方式 投報率高達了10%到25% 就是大家的東西可以換來換去的 但是有捨有的 我放棄我不要的 但是我可以得到我自己想要的 我們自己評估 大概目前投資2萬多塊錢的話 可以換到價值大概是 從2000到6000之間的市價商品 東西堆到連行走都有困難 因為投入帶領已經8年的時間 現在也號召了近百位的會員 只是中間的Mega還不少 早期的話是可能就是要一個委託書 你只要 比如說你可能交給我們之後呢 我們去幫你領取就可以 現在就是變成是 大家要自己去電子投票 投票後上傳了 你的投票結果 交給我們之後呢 我們要再列印出來後 才能去幫大家領取 看準鄰谷帶領的新商機 小富爸爸也打造出 嶄新的商業模式 東森財經新聞學校主 劉子騰新北報導 就是我每年運商品 東森財經新聞社會 本節目通過 時性財政事業 是在限三年運動的 誰就做得來